好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煥文他特別提到 今天尾盤是出現大量的一個拉高 指數中場是收在 10580點上漲26點 那主要的26點都在最後一盤 所以我們看最後一盤爆出了 超過300億的大量 把指數推高 那這個爆量推高的過程當中 使得台北股時間成交金額 來到了1551億 好 導播我們看一下K線 幫我們這個底下測掉 拉遠一點看 其實金額量今天就大囉 這個成交量在今天尾盤 做一盤300億的大量 使得指數在這邊 出現一個拉高的動作 那今天禮拜五是收周線 所以等會我們從周線角度 來做一個觀察 那不要特別留意 因為今天拉高很特別 因為早盤就是開平走高 可是今天的賣壓 是再度刷新了 今年以來的第二大賣壓 所以賣壓不斷的在累積 所以這個盤前到早盤的賣壓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賣壓大 那沒有殺 那就是拉高等的成交 所以這個賣壓在本週 連續五天的堆積之後 下週碰到九月份的結算行情 我們要特別做觀察 因為維持在10500點 到10650點這個區間 再做一個震盪 那今天收周線 尾盤的大量的收高 指數拉到今天 幾乎是最高點做收 這我們要做一個觀察了 那我們從尾盤大量 出現當中 很多全資股出現了大量的表態 包括我們看到臺灣高鐵 這臺灣高鐵怎麼今天爆出了 五萬九千張的尾盤大量 只要你把這個臺灣高鐵 尾盤做一筆單給撤掉的話 其實今天臺灣高鐵 全天成交量不到一萬張 所以這個尾盤爆出了 五萬九千張的大量 那另外我們看永豐金 永豐金在尾盤也爆出了 五萬兩千張的大量 所以這個永豐金 最盤量佔全天成交量的一半 另外包括了台積電 包括了中信金 台積電尾盤是兩萬七千張 所以台積電最後尾盤量 佔全天成交量的六成之多 那中信金是今天尾盤也爆量 成交兩萬六千張 那中信金尾盤成交量 更是佔全天成交量的65% 聯電尾盤也爆出了兩萬張大量 這個兩萬張大量 佔全天六萬六千張的成交值 成交量佔了三成的比例 那另外包括像鴻海 包括了開發金 這個鴻海最後一盤量 佔全天的四成 開發金的成交量 佔全天的六成 那包括了像大量的有中壽 像中鋼都佔全天成交量的一半 好 觀眾朋友我們看到 從剛剛台灣高鐵永豐金 今天尾盤最大量 以不要成交金額來講 是最大量是台灣高鐵永豐金 這個很妙 因為他們沒有影響台股的能力 台灣高鐵明天漲停板 禮拜一漲停板 或禮拜一跌停板 基本上對人氣的影響 是沒有任何的干擾了 像永豐金 今天尾盤是第二大量 五萬兩千張 我們也跟他講 永豐金禮拜一漲停板 能帶動金融股嗎 打問號 永豐金禮拜一跌停板 能夠拖累金融股嗎 也是打問號 所以光是從台灣高鐵永豐金 這兩檔尾盤最大量就觀察 彈給我們再拆了 這是拆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可是爆量 有買就有賣 要交稅的 要交手續費的 你能觀察 我覺得這應該是外資部位的調整 當然說今天調整 可能也比較詭異 因為今天不是什麼特殊的日子 我們只能說 因為下禮拜期貨要結算 是不是在尾盤的部分 做一個延續下週 可是就是台灣高鐵永豐金 對期貨結算也沒什麼影響 台灣高鐵之前 台灣高鐵是今年那位 MSCI的新的股票 所以其實是不是有這種 之前沒有買到 然後重新建立一部分部位的概念 可以觀察 那誰賣的 有人要見部位 那誰賣的 其實這應該是有談好 比較像對敲的概念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賣單 如果他可以爆那麼大量 應該是拉漲停的 那外盤誰掛出來的 對 講好的 而且永豐金一樣 永豐金我就不相信 五萬兩千張是有人敢買 因為永豐金現在 正在政治風頭跟法律風頭之上 誰那麼無聊 誰賣出來 誰買進去 因為這兩個都要談好 才會有那個大量 不然如果說是沒有談好的 應該會拉上去 如果說硬賣的話 硬賣的話是下去 硬賣就下去 所以這個萬牌跟內盤的敲價 很特別 所以今天尾盤爆出300多大量 是有特定轉讓 這可以觀察 假如你說第一大量 是台積電 中信金 聯電等等 我覺得可能 有互盤的意味在 也不就是互盤 就是期貨最後一個結算 互結算 現為一個動作 可是你說這個台灣高鐵 有風輕爆量 這很特別 好 我們先進行廣懷觀察 第一個是期貨收盤表現 另外從全政市長的角度來觀察 因為竟然今天尾盤出現那麼大量的換手 這個換手目前是一個拉高 27點的變化 怎麼做觀察 今天我們要再回來